中文字幕——YK 欢迎收听优服男人窝,我是黄德铭 我是胖小兹 本节目是由区别人体系运动艺术中心飞雷波网共同制作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呢,可以上这个飞雷波网来Apps来进行收听 可以下载,那也可以去我们的脸书粉丝团飞雷波网优服男人窝来进行这个收看 还有YouTube频道也可以找得到我们 对,都会有最新一集的资讯在上面,大家可以重复收看收听哦 是,今天呢我们这个男人夯什么其中一个议题就是讲到这个旧手机哦 那旧手机其实我已经被苹果制约了 对,我觉得很常使用苹果的用户 你用过苹果之后就很难有机会跳到其他厂白的手机去了 其他厂白就叫做安卓嘛对不对 Android系统 Android,那Android系统其实我都没有用过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真的哦,所以你一开始的手机就是 从智障型跳到智慧型就是跳到Apple了 智障型 是吧,智慧型相对就是 我从来没有人听来讲那个智障型 你真的是太瞧不起Nokia 我没有,我没有瞧不起Nokia,我没有瞧不起Nokia超赞的好不好 Nokia 3310,那个多帅啊 你怎么可以直接就是回溯,那叫智障型 应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啦 相对的概念叫做非智慧型手机跟智慧型手机 这样比较好一点 好,那我们再来一次 所以你是从非智慧型手机跳到智慧型手机 直接是跳到苹果 真的哦 对,所以我就想说那既然用手机大家都很夯 那时候贾伯斯很强啊 我就想说那就买那个苹果 一用就是说 其实在分析来讲的话 像是安卓很容易丢标 对 中毒 哎呦,会啪那种 那我尽量就用那个iPhone手机啊 久了它就是从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 就慢慢就一直用到现在,忘不过去了 你最几,最一开始是哪一代 三代啊 iPhone3 3GS 哇,古董耶 那个时候旁边还是圆弧的 对啊 旁边还是圆弧的 所以它并不是正正方方的那一种 对对对 我觉得是一个历史的流程啦 可是因为它每一年都在换 就变成说 那你旧手机要怎么办 对,这个很重要 而且 我觉得一般人像我的旧手机 我就会乖乖的让它就是放到原本的盒子 或是找一个盒子里面把它装起来 你好像就是入土为安那种概念 没有,就是希望它变成九十九神的概念 是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男人夯什么 第一个就要跟大家讲 旧手机用不到该怎么办 对 好,来进行的就是男人夯什么 生活,体育,男人夯什么 欢迎回来本集的生活时事 男人夯什么 刚刚讲到嘛 要来聊旧手机该怎么办 其实像很多的电信门市里面 都会有一个像是玻璃柜 就他们会让你投入旧手机或旧电池 可以,就是如果你家中有 回收 对,你就可以丢在那边回收 但现在呢,环保署为了鼓励民众 回收旧手机 他定天每年的十月呢 就是手机回收月 只要在各县市环保局指定的回收点回收 就可以拿到一张摩采券 那你上网登录之后啊 就会抽出九名的幸运得主 真的喔 那奖箱会有iPhone啊 Samsung啊 ASUS Zenfone等新的手机 哇,我也说就是这些的旧手机 人家今天就抽了别人的手 抽一个 抽一个旧的 这好像以前那种抽什么 摩托车钥匙一样 旧的 没有没有,就是新手机 对,那所以就是 有点旧机换新机的概念啦 希望大家知道 或者是可以把一些旧手机 移旧电池拿出来做回收 因为这个手机的耗费率太高了 大家一直在换手机 就变成说 这些旧手机 如果不回收的话 其实就是还蛮污染这个环境的 我觉得手机是不是越做越容易坏 也不是容易坏 它刚刚好在新手机做外前坏掉 我觉得那个系统刚好设定成 新手机出来 一个月前你的系统 会刚好降速啊 你的系统变缓慢啊 什么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但是就是说真的 你的手机要出来之前 就会出现有一点点问题 你的手机使用年龄 大概是几年到几年啊 我差不多一两年换一次 是因为换新的呢 还是说因为旧的已经不复使用了 有时候是系统 那有的时候就是 因为通常有些人就是说 我一年要换一次 等于跟着iPhone的这个发表 蘋果发表 我就是要买新的 果粉 那对我来讲的话 我就是用到两年多三年我再换一个 可能开始它慢慢的电池消耗了 消耗了 或者是里面的储存容量已经不够了 甚至就是说新的这个软体系统 它搭载的是一个 比方说新的手机的方式是什么 已经说 等于就是说 它一定要有一个很突破性的东西 我才想要换 像之前iPhone 10的话就是三颗镜头嘛 对 三年快 那再来的 iPhone SE就是 HOME键又回来了吗 对 大家就觉得我要回来买HOME键 或者就是说它的那个什么荧幕可以变大啦 或者是 就是很多的东西是 我真的要看到有一个特殊性才来去换 对那现在就是看iPhone 12什么时候 要出然后会有什么样新的突破 没错 就拭目以待啦 那我的那个手机回收其实是给 我公司拍摄录影用的 哦 因为就是说很 现在手机其实加上软体之后啊 它的拍摄可以变得还蛮好的 讲到这个拍摄 像最近有一部电影叫怪胎 这部电影就是完全用手机来拍摄的一部电影 你看看 对其实手机下来可以拍电影 可以拍电影啊 所以就是说它的手机的 怎么讲 更新率越来越高 对 那如果说这要拿回收手机的话呢 环保署也提醒民众喔 对 要透过三个步骤 对第一个呢就是你要 检视家中坏掉或不再使用手机 对 第二个呢就是你 这点我觉得最重要 回收手机之前呢 你一定要自己先删除掉你手机里面的所有个资 因为现在的手机很容易会 就是会 它会自动登入 然后登入你的FB 对 你的Google 或者是你的Apple帐号 对 这一类的个资 如果外泄了是非常麻烦的 甚至是信用卡资料 是的 对 那第三个呢就是将废手机交给清洁队 或同路卖场 电信业 或手机品牌文士 等等这些回收管道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利用这些资源啦 那我觉得删除客资啊 如果说真的遇到电脑强人 你也是没办法 但我觉得我们就只能做到我们 该做的事情 这种小人之父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杜绝了 所以我的手机在回收的过程 敲烂 敲烂那叫回收吗 有些人真的很强势说 他把手机解体 把那个晶片拿走 我就给你其他的这样子 哦 了解 那对我来讲 我就是放在公司去做拍摄录影用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手机一直在换 那未来手机的模式 它只会越来越多元化 对 然后也因为 它会越来越便宜吗 我觉得便宜倒是不一定 但我觉得 呃 依照现在的趋势啦 嗯 我觉得手机又会开始慢慢回归到以前 对 的样子 以前的折叠机 是是 像现在有 我记得像 我忘记是Samsung 还是什么的 出了一支折叠的手机 折叠的触碰机 你看又开始回归到以前折叠机 然后变得平板 对 现在又回来折叠机的样子了 以前的折叠机是 下半身是按键 上半身是萤幕 所以可以折 对 那现在是它连萤幕都可以折起来 对它就是 你折成L字型的时候啊 它上面那块变萤幕 下面可能变键盘 我 你翻开之后呢 整个都变成萤幕这样子 现在很多人像我这种没有办法离开iOS的 嗯 这种所谓的苹果系统的 对 我就很期待他们可以出 比方说手机是可以折叠的 其实会有点羡慕其他牌子 但你就是转不过去 没有办法转 如果苹果比方说它是比较厚实 嗯 然后打开三折 变成是一个像是iPad类似的那一种 哦 你就是说可以变成像散开来的 对啊 那我一定换 对 但我觉得iPhone的手机画素还真的需要再加强 我觉得它还是落后了像Samsung或者是华为这一类的画素 其实还是稍微低了一点 我比较少在拍照所以就觉得还好 对这个部分我觉得苹果可以稍微再更进步一点 其实 希望啦 慢慢的啦慢慢的再调整 但是还是要注意大家 这种手机买了之后你的回收是非常重要的 对 就是环保啦 这是概念要非常清楚 没错 好的我们要休息一下楼袋 第二回来呢我们要进行的是体谈时事 大家马上回来已经穿进的是YOUFANIRO 我是黄丹宁 我是胖小子 欢迎回来YOUFANIRO 我是黄丹宁 我是胖小子 现在进行的是体谈 时事 体谈时事呢 是前一阵子比较遗憾的一个新闻啊 就是这个官方已经证实了 FOX体育台呢有三个频道将要退出台湾 在年底的时候 FOX体育台在近期其实办了很多的 运动时运动赛事 像MLB日本职棒 德国甲级足球联赛 还有台湾的HBL跟UBA 大家看体育 看电视的话都是透过FOX体育台 台湾体育台其实蛮多的啦 但是就是说FOX体育台 它有一部分非常重要的是 它转播了台湾基层体育赛事 比方说UBA HBL跟HBL HVL VOLLEYBALL 排球喔 你懂啊 我懂啊 我懂VOLLEYBALL 最近VOLLEYBALL很夯的 是喔 你都看美女對不對 我排球少年玩节的嘛 那一部排球少年 很热心的排球少年 雖然我还没看完 我忘了你是这个 當然 我是体育漫画迷 但我不是体育迷 体育漫画迷啊 体育漫画迷啊 我看了 那你看了哪些体育漫画 光速磨面霞 你也看啊 光速磨面霞 光速磨面霞 那刚刚呢 这个胖子也都讲过了 如今撤出之后呢 2021年的这个奥网 法网 美网这种网球比赛 观众可能都看不到了 那这样满可惜的 其实台湾有很多人 像我身边的朋友 其实很多也在看足球赛 对 然后奥网 那个法网 美网这些的 都有人在看 可能 我觉得可能也是 现在YouTube 满盛行的 很多其实 赛事都在YouTube上面 做转播 但可能就是现场转播而已 你看不到球瓶啊 他们有中文字幕啊 这一类的 对 那这个 我当然就是 大家看的这个方式 跟习惯已经在改变了 可是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 FOX体育台 为什么会在台湾 最早名称叫 ESPN 卫视体育台 那是属于迪士尼旗下的 FOX国际电视网 所以ESPN 就是FOX体育台的前身 前身 然后呢 2012年 迪士尼将亚洲ESPN 股权卖给了FOX傳媒 叫做 ESPN 卫视体育台更名叫做 FOX体育台 Fox体育台 2012年更名之后呢 在2019年3月 迪士尼又并过了FOX傳媒 包含了就是 National Geographic相关的 因此呢 FOX体育台再度重返 迪士尼的怀抱 哇我把这个卖给你 然后最后把你直接并吞起来 对 而且那时候是便宜卖 等于这便宜卖 现在又要贵的买回来 其实不合理啦 但是 迪士尼它就是 我并吞是非常强烈的 它已经变成 很大的媒体平台 它是一个帝国 对 它已经是迪士尼帝国 它就是一个迪士尼集团 没错 对 那只是呢 2019年3月才刚并购的 这个2020 就是要把它退出 其实是非常的遗憾 嗯 在台湾呢 FOX集团 早在2020年就进驻了嘛 对 包含了刚刚提到的 国家地理频道 卫视中文台 FOX电影台等频道 那是由台湾团队自主 这个经营的 嗯 那隔年呢 FOX体育台就正式开播了 时隔7年累积的 大批的体育迷 对这个 体育迷而言呢 他们的退出 是很莫大的损失 对 台湾可以看的体育频道 包含还有就是 韋来 还有就是这个什么 智琳体育台 智琳体育台 然后还有就是 好像 还有很多啦 艾尔达频道 艾尔达体育台 艾尔达也是在电视上 看得到的 对它是在 那机箱盒上面看得到 但是FOX体育台 它能够接触到的是 比较广的 比较广 国外的赛事蛮多都有它的 只是呢 你要找国外的 就一定贵 怎么说 2018年的 市卒塞尔达 光买下台湾的 独家转播权益 就花了2亿喔 然后在 中国版权争议 连连的 这个英格兰足球 超级连赛也是 总金呢 就高达了5.64亿英镑 哇塞 英镑欸 5.64亿英镑 所以说如果你要独家转播权 不管你是韋来 FOX或者是任何的频道 你就是要独家在这个地区的话 它有一定的价码 对 那价码有了之后呢 欸 观众的这个收听的一个 概念跟方式已经在改变了 嗯 我已经不看啦 我已经不看电视了 所以我顺势着 我也不会再看 体育台的频道 那收市越来越降低 我收的非常越来越少 可是我要付一样的钱 对 那我怎么合得来 入不敷出 入不敷出 比方说 NBA好了 嗯 我就会下载NBA的软体 然后如果说大联盟好了 我就下载大联盟的APP 哦 直接在上面点线上观看 它就给你 只是没有中文而已 对啊 我看就好 有些体育迷是 独向 专向的体育迷 什么专向 什么意思 就是我只看篮球 我只看这一项而已 就像棒球 哦 那你说我会全部都看吗 也不会 也不会 所以呢 我就会去买我要的这个软体 比方说 大联盟 我愿意付月费或年费 去看它的这些 这些赛事 哦 所以你比方说FOX 或者是 韋来其他的 我就不想看啊 因为它太散了 太散了 可是会影响到权益 就是说 我想要看高中的比赛 大学的比赛 它没有这些软体可以看 对 那你现在不播了 惨啦 现在只剩下线上了 可是线上的 这一种 它的品质到底有多好 比方说 我们现在是广播 对不对 广播的品质是好的 可是如果变成Podcast 是不是有点 就是有点不一样 就不太一样的感觉了 体育也是相关的 那这个呢 就像刚刚讲到的 影音串流平台崛起 观众受市改变了 减线潮啊 不只掉第四台的线 不只在台湾 全球也是啊 对 所以迪士尼不仅要放弃台湾市场 甚至亚太 它都要放弃掉 都有可能啦 这件事其实就是 也要关注迪士尼的下一步 它会怎么样做了 因为它们最终的 这个获利来源 是它们的这个乐园 圆区 那现在2020年真的是超夸张的 都封起来了 我不知道 在多久以前 我有听到这个 是我们的猩猩王子 他要讲说 今年呢 是一个非常动荡的一年 尤其好像在10月又是另一波 现在是10月中喔 我祈祷一切平安 離日本又越来越远了 真的是 我真的这样讲 因为我很想 本来想去日本 去看所谓的体育赛事 现在根本不可能去 你知道我做什么事吗 我去YouTube啊 去看 有人去拍 我去 他们去走街道 或是走这个体育场馆 去看 去看 结果发现有100多万人跟我一样 我跟你还在看 他在走这个路 我前一阵子是到某个 某个百货公司楼上 有个日本祭 就是某段是日本祭 然后去那边买东西 然后去那边闻一下日本的味道 听一下他们讲日文 我就觉得 哇 我是不是来到日本 催眠自己啦 我们不是就是说 很排斥其他国 而是说 日本跟我们来讲 真的太近了 方便 然后他的文化也习惯 所以 希望一切都能够好了 顺利 然后FOX体育台呢 非常遗憾 也希望如果说 因为频道测了 就没办法再回复 希望有一些媒体大亨 或者就是说 有对媒体有兴趣的人 可以给我们 更多的这种体育平台的 再看的机会 这样子 好的 我们要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呢 我们要访问的是邱妍 来节目当中 您的声音的是 幽浮男人 我是黄丹妮 我是胖小子 男人开团去 买都买 买起来 噓 不要让嫂子听到 嘿嘿嘿嘿嘿 欢迎回来幽浮男人 我是胖小子 我是黄丹妮 所以以后开团去的 开头都是我 是不是 没有我只是故意的 欸你有话欸 欢迎回来男人 开团去 今天要开的团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团 这个团呢 应该不会有人开团 来做这件事情吧 好像有可能 有可能 你有可能 你有可能 我不可能 没有没有 这个 买房子这件事情 很难有开团 大家找自己适合习惯的 可是可能有 会一群人一起去看房 就约一约 新房去看一看 没错 或者就是说 大学生 比方说 未来我们这个毕业之后 大家一起去租房子 我们去租房子 变成 从这个什么 校友 变成室友 同学变室友 同学变室友 那我们就变成说 要大家一起去租房子 其实租房跟买房 他的妹妹格格非常的多 所以今天呢 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 到底是租房子好呢 还是买房子好呢 你是买房派 有小孩的话 你当然希望能够买房 像我就是租房派 因为毕竟现在 单身 然后目前薪水也 比较养活自己而已 也是 比较没有那么多余的钱 去考虑买房这件事情 房价越来越高 你知道吗 房价它只是 它不会再降低了 所以呢 就有很多人讲说 像买房派的 就会跟租房派的讲说 你现在不拚一点 去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以后会越来越高 你的薪水只会越来越薄 那最后就是说 你的这个房价 现在能够去拚的话 它未来它只会提升 那当然 买房子不是一口气 就全部钱 就是在那边 它会有贷款的额度啊 相关的 等等 我们这边会跟大家来去 做一些讨论这样子 对 当然就是说 租房子租到最后 你会觉得说 你好像在帮 房东 在缴这个贷款 对 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今天呢 要可能是跟大家稍微讨论 我们其实也不会特别说 是租屋好还是买房好 可能就是以这两者的观点 畢竟我们两个刚好是各自一派 以这两者的观点 带给各位听众说 你觉得到底是买房好 还是租房好呢 是 第一个呢 我们要来聊 其实很多人是说 买屋是付贷款利息 租屋是付租金 怎么样比较划算 因为不赞成买房的人认为啊 这个房贷会让每个月 动用资金会变少 对 生活品质变得不好啦 对 但是支持买房的人认为说 房子啊 可以保值喔 可以抗通膨 对 自己买房缴房贷 远比租屋刚刚讲的 帮房东养房子来的实际 对 但是我 我比较不赞成是因为 对啊 因为在还没有经济能力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要买房 会扣掉你每一个月 可能将近一半的薪水 那自然而然你的生活品质 就会降低 对 这个呢可能不是只持续一两个月而已 可能会是好几年的时间 没错 所以其实 对未来就会有这样的担心 所以有些人看你怎么去分析啊 嗯 你知道吗有些商 有时候看商业杂志啊 或者是 呃 不管就是说你的这个 工作的收入的能力在哪 嗯 比方演艺圈 对 窮得很窮 然后有钱的就 很有钱 但是他们是努力过来的 光鲜亮丽 光鲜亮丽 但是买的房子可以就是在顶楼 嗯 那前一阵子过世的小鬼 嗯 他呢有个新闻是说他 要捐一个房子给他的家人 嗯 然后是买了一个四千多万 三千七百万 在在 哇你怎么记得 我记得有这个 我记得这个数字啊 在北投嘛对不对 对 你知道所以就是他为了这一个 家人 家人 去努力的工作 嗯 那我也有同事就是 他为了要有自己的房子 嗯 虽然在台北 可是呢 他买在桃园 哦他在台北工作 但他买在桃园 他就不管 因为桃园是房价比较低吗 就是会比较低一点 你就离开的都市区 你会比较低 他说不管怎么样都要自己的家 一个自己的地方 那这个家可能没有那么的贵 但是呢 那个不管在任何地方 他一定会有就是升职的机会 嗯 那我付的钱不用那么多 像在都市压力那么大 对 但是我在那边通勤 或过程当中 我知道未来是什么这样 所以 之前像我刚刚讲的 看到很多商业杂志 有很多人他会觉得说 嗯 我就是努力工作为了 这几年的辛苦 是为了未来我有自己好的生活 诶这房子涨了 我卖掉 我就可以再买 我赚一笔 对我赚一笔 那就是一个理财的方式 对啦 可是他就是一个 你要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因为租房子有一派啊 我有去问他好像就是说 我就是不想要有一个固定的家 哦 我希望可以五年换一次新的环境 或十年 没错 然后他说最终我可能 如果我甚至不生小孩 我会住到那个老人长照中心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也不需要有一个家在那里了 我也不需要有一个家 我就是收入好好的 然后去做其他的理财方式 对 然后呢 让我就是说不同的 就像是 有人买车他不会用买车的 他会就是租车 或者就是说 这台车 我会卖掉 然后卖掉的钱去 就贷款 补贴下一个 然后就是说 就是分期付款 到一个阶段我再去换 我就能够一直换 换行车 有些人他就是流浪 不是流浪 就是他就是说 我就个浪子怎么样 对 我每个驱逐一遍 嗯 所以那种东西又不同了 我觉得其实跟家庭的形式有差 嗯 像是因为像好 假如说你刚刚说 结婚但不打算生小孩子 或者是单身的 嗯 像这种他 变化的因素可以很大 是 因为你自己一个人 嗯 或是你跟你另一半而已 可是如果有小孩的话 你就会担心说 如果我临时房东不租了 真的 我临时要离开我原本租屋的房子的话 麻烦 我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小孩的学区就在这 我该怎么办 而且我必须要找到 可能好三房两天 我可能要有卫浴 真的 我要有对外窗 我要有阳台 我要有莉菈 这些东西 我才可以把我的家庭安顿好 嗯 其实这对于一个有小孩的家庭来说 是蛮大的困扰的 你知道吗 以前早期就会有就是 父母亲努力工作 给小孩一人一套房 以前常常有这种事情 对 然后小朋友就自己的房子 可是现在工作压越来越大 你有小孩你也好像不一定能够 帮他买到房子这样子 嗯 所以就是变成说 你吃或吃啊 这房子要让给他或什么的 就真的有点很难去处理 你有财产 你就是会有这种问题 对 所以有些人就会说 那我就是用租的这样子 对啊 那如果说你要买房的话 它又有一定的门槛 门槛 对像其实呢 像是 你有充足的自备款 是买房最基本的条件 对 那它有分一些像 你要先算清楚 你手上有的资金 嗯 不管可能是你每个月的薪水 是 那每个月的房贷支出呢 不尽量不要超过月薪的三分之一 嗯 这是建议啦 因为我觉得如果超过三分之一的话 可能就会压缩到你生活的品质 没错 可能有时候你的另外的投资 你也没办法做了 或者就是说 如果有一些 你要紧急的事情的时候 你也没有足够的现金去应用 对 那所以呢 你会觉得 如果你觉得这笔房贷支出 会排挤到其他的预算 例如你付了房租就没有办法 养儿育女 没有办法买足个人的人生保险 医疗险 或没有办法 每个月再提拨出一笔钱 来提前做你的退休规划 那么你就要仔细评说 是否一定要买房 现在比较好的是 网路上很多资讯是公开的 比方说 各个房仲业的官网 或者是他们的apps 他们都有在告诉你说 你喜欢什么房子 规划出来 你要哪一区 多少钱 多少房 什么样子的 中股的 排完之后呢 他会给你讲价格 你看到哪个有兴趣 再点下去之后 他会告诉你说 来计算一下 如果你贷款多少 会多少钱 可能你的月薪多少 你贷款的趴数多少 然后你可能每个月薪付出多少钱 这样子 然后全部付完之后 你的利息会多付多少钱 所以他这个你会觉得说 嗯 自动 不行 对 自动我没有办法负荷 或者说这几栋可以 那从中间再去挑 对 所以现在是有很多的一些 算是平台它已经帮你在做这个计算了 嗯 但是买房还是要很小心的 它等于是一辈子的事情 对 那我们刚刚也有讲到像是工作因素跟家庭因素 也有包含在其中 嗯 那他会建议呢工作跟家庭如果还没有太稳定的话 先不要买 没错 对因为房屋的买卖相对于租屋的交易 它的成本啊 它高出了非常多 是的 对那其实台湾短期的房屋买卖 嗯 其实它的平均报酬率会比较低一点 嗯 风险会比较高 是 对它也会建议如果啊 你的工作跟家庭还没有稳定 对 可能短期三到五年可能会有些变动的话 嗯 会建议用租屋的为主 是 但是呢如果你确定你未来可能7到10年 或更是以上 你的工作家庭收入都稳定下来的话 不会搬迁 才可以 才比较建议去考虑买房子这件事情 所以呢 这边呢要告诉大家就是不管你要买房 什么房子还是干嘛 你要先考虑到你的就是预算 对 考虑到你的财务状况 嗯 考虑到你的机会成本 那机会成本就是说 你付了这个押金之后 你又没有一些其他 要负担更经常性的 比方说不动产税啊保险 对 就是你买一台车 你不是买车 你还要付加油 对 你还要就是保养之类的东西 对 你的生活形态 有没有想要做这些负责 所以租屋你可以从五千块开始租起 对 跟人家一起租嘛对不对 合租 合租啊 然后到变成就是说有五万块你好一点的话租爽一点 对 租好一点的 然后呢 但是你买房可能就是一千万起跳 几百万到一千万起跳 对 你要去知道就是你的生活形态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没错 所以呢 不管租屋还是买屋 我觉得就是说符合个人的需求 对 考虑清楚也可以跟你的家人做讨论 对 因为如果说你真的要贷款的话 那压力就会非常大了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想想看 跟家人讨论看看 什么样才是对你最好的一个方法咯 没错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开团去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没错 休息一下 当然要回来之后呢 是兄弟我赵你要访问的是 彰化秀传高压氧中心的黄敦玉主任 您训练的是幽浮男人物我是黄德宁 我是胖小子 待会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为什么 没有 我们下期见 稳定地 等这些小肠根 范子 我 有些小肠根 有点小肠根 就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